这是皇府剑校五十四周年 也是北八成功五十周年庆祝的情形 每逢这个光辉的日子 皇府青年都以兴高采烈的心情举办各种庆祝活动 先总统蒋公一生置业都贯注在革命剑校和建军 中正国防干部预备学校 就是纪念先总统蒋公和适应当前建军需要而建立的 如今建校也已两周年 是为了培养三军官校正战学校的储备人才 这座全国设备最新颖最理想的高级中学 由于师资优秀 教学环境制度都很完善 使学生在德智体群肆育方面都能得到均衡的发展 成为数德兼修的时代青年 今天皇府建儿在蒋总统金国先生的爱护培育下 并能继承先总统蒋公的余志 继续发扬牺牲团结负责的皇府精神 优优秀 庆祝这个具有历史性光辉灿烂的日子 举行军容壮盛的阅兵典礼 蒋总统金国先生亲临主持 由政府高级长官陪同检阅三军官校 政战学校 中正国防干部预备学校学生队伍 蒋总统看到同学们 各个精神饱满身体强健非常高兴 并且频频还礼致意 蒋总统检阅学生队伍一周 回到典礼台 随即开始分列式阅兵 由三军官校 政战学校 中正国防干部预备学校 所组成的二十一个学生队伍 以整齐一致的步伐 在统帅齐的引导之下 分别通过典礼台向统帅致敬 时代随科学进步 建军随时代进步 国民革命军 由黄埔建校 引进海空建校 政战建校 乃至有关国防科学各兵种建校 这些革命教育都起源于黄埔 因此三军一体 同根同源 都具备有黄埔革命精神 国民革命军 是有主义 有思想 有组织 有纪律 拜练成钢的队伍 更具有百折不回 奋斗到底的革命精神 江总统特别强调 国民革命军 要时刻砥砺制节 坚定信念 激发反共意志 团结全民 共同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 皇埔先骑师长和应亲将军 以以寡极重 发扬皇埔精神为题 应邀致辞 其毁人不倦的精神 令人敬佩 革命事业 乃顺天应人的事业 只要认清敌人 团结自己 在蒋总统英明领导之下 必能消灭共匪 完成反共复国的使命